我是霸王,今天我们来谈一下霸王对球员数据的理解与应用 攻击能力是每个球员的第一项数据 简单的说就是进攻跑位能力 除了精选球员100分C罗以外 托马斯穆勒是唯一一名在这项数据上99分的球员 霸王非常喜欢在天梯赛中使用托马斯穆勒 穆勒在电脑操控跑位时 如果你把球传给他 你会发现他会在非常舒服的位置上拿到球 具有相当的进攻威胁性 托马斯穆勒的其他数据非常的不怎么样 所以拿到球以后射就完了 很难想象拥有着90分以上的盘控能力跟速度的100分C罗 会是多么的可怕 霸王手里没有100分C罗 没有办法向大家做进一步说明 霸王对控球能力的理解是 拿球转身变相的能力 也就是人球合一的程度 就是球员的球性 拿球变相能力越高 你护球的能力也就越高 绝不是说你拿着球不动 对方也抢不到你的球 尤其在天梯赛场上 这种情况是不存在的 必须通过不停的转身变相 将球与对方的防守球员隔离开来 目前霸王手里最具代表性的球员有 基本的盘带操作方法 对他们来说 一对一的正面防守是无效的 紧密控球按照霸王的理解 是球员拿球的时候 球贴近球员的程度 有了紧密控球之后 你也可以做紧密盘带动作 紧密盘带可以通过单纯滑动方向键来实现 各位老板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 防守到位也伸脚去抢了球 可是根本没碰到球 这就是对方的紧密控球 地面传球霸王是从两个层面来理解 第一层面当然是传球的准确性 第二就是其传球穿透防线的能力 在这项数据上 戴维希尔瓦是普通黑金球员当中 最具代表性的球员 相比地面传球 空中传球没有传透性的问题 只有准确性的问题 相对于前场的进攻球员 霸王更重视后场防守球员的长传能力 因为中后卫需要大脚长传 边后卫需要下底传中 射门在英文版里叫finishing 霸王记得十几年前的实况足球 是没有这项数据的 只有shooting accuracy 既然叫做finishing 按照霸王的理解 他更应该是门前机会把握能力 也就是得分能力 顾名思义 脚下力量 大家都知道是什么 如果球员有很好的脚下力量 他的射门当然会更具威胁性 而且可以在更远的距离来起脚射门 最具代表性的当然是总裁C罗 脚下力量不仅仅在进攻端 在防守端的作用也是非常的大的 如果后场球员脚下力量不足 你就没有办法从后场直接向前大脚长传发动进攻 投球在霸王看来 仅仅是头顶球方向的准确性 跳跃指的是征到投球的能力 征到投球以后 球员不一定能将球顶准 同时有些球员虽然很难征到投球 但是一旦征到 他的准确性会非常的高 投球在攻守两端都能用到 在防守端霸王必须要提一名球员 他就是拉莫斯 作为一名中后卫 拉莫斯除了投球什么都没有 的确在天梯赛场上 也很少能看到有人在用拉莫斯 速度我们可以比喻成汽车的最高时速 而爆发力我们可以比喻成汽车的百公里加速 在实际应用的时候 各位老板们要注意 即使是兰博基尼 他在一秒钟之内也绝对追不上以最高速行驶的货车 所以说速度只体现在长途的带球奔袭 而爆发力更多的体现在汤球过人的一下 不仅如此 速度在跑位方面也有非常大的辅助作用 比如迅速的跑出空档 或者快速的跑到接应点 当然在防守端也是同样重要 可以让防守球员快速到位 身体接触各位老板也都知道是什么 在防守端 中后卫一般都是用身体来冲撞对方的进攻球员 通过冲撞让进攻球员失去平衡 然后再拿到球权 但是如果遇到卢卡库这样的进攻球员就很难办了 卢卡库是进攻端最具代表性的身体接触性球员 一般情况下没有人能够冲击卢卡库的身体 除了一名中后卫 他的名字叫库里巴利 库里巴利在后场的作用就是非常好的身材保障 不过库里巴利有着非常弱机的体力 各位老板一定要注意 身体平衡说的是转弯转身的能力 身体平衡在带球变相的时候要用到 在球员回头反抢时也会用到 在防守端 身体平衡就是防守球员来回折翻跑的能力 和进攻能力一样 防守能力也是一种意识 是防守中选位跑位的能力 良好的防守能力会让防守球员提前做好布局 在对方进攻球员拿到球之前先到位拦截 或者在起脚射门时及时封堵 而抢断能力当然说的是 从对方的脚下直接断球的能力 有能力没有意识 你断不到球 有意识没有能力 同样也断不到球 和进攻能力一样 防守能力也是一种跑位能力 所以它只会反映在电脑操控球员的时候 当您手动操控防守跑位的时候 那是您的防守能力 不是球员的防守能力 体力会直接影响到70分钟以后的 球员们的比赛状态 当体力条变成红色的时候 那相当于球员的状态箭头是红色向下 会出现各种抢不下 船不准 射不尽 如果比赛准备期间 您发现球员状态是这样 那肯定是它的状态持续性的问题 霸王建议 状态持续性在6以下的球员不能用于首发 喜欢用妖人球员的老板们 一般年轻的妖人球员会有状态持续性不高的问题 霸王在制定18人大名单的时候特别注重这一点 不光是状态持续性 黑金球员与其他球色球员的区别还有 黑金球员的攻击能力与防守能力明显高于其他球色的球员 这就是为什么 黄金妖人虽然有着出众的个人能力 但仍然是黄金球员的原因 好了 以上就是霸王关注的球员数据部分 当然在比赛场上 还有其他没有讲到的数据 还有一些想不到的因素 影响着比赛的结果 希望本期视频可以让各位老板们作为一个参考 如果您有什么更好的想法 可以在下方评论区留言评论 好了 希望您点个关注 关注一下霸王的实况足球 如果您觉得有帮助 也希望您点一个赞 非常感谢您的点击观看 我是霸王 各位老板 拜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 certainty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